上级咱们说了造极的故事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位不敢保证 其知名度绝对远高于造极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成语 您肯定知道 叫什么 徐娘半老 风韵犹存 听过吧 要夸一个不是那么年轻的女子 还依然很有姿色和风韵的时候 很多人用这个成语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呢 就是这个成年独角 只不过听完故事之后 我估计你以后会慎用这个成语了 为什么呢 具体咱们把时间拉回到 一千四百多年前 准确的说是南北朝时期的 公元554年 去点南朝梁的江陵皇宫 化成那一年的那一天 天还没亮 南梁皇宫乱卸一团 但是宫儿太远了 每个人拿着包裹 把宫帽子仓皇温柔 发生一困 我们知道 历史上那段时期 为什么叫南北朝啊 就是因为国家分裂 各路政权是你争我罗 对吧 西魏国对南梁又开始大规模进攻了 而且眼看着就要打到南梁国 八字算命书 亚诚八字命书 至今已生成八字肯定的一门章谷书 先把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书 二十一年的照片 战场八字算命书 一家风水 零屠法序 道长危机 二零八八 二十八八 江临了 公民太监要逃命 但是注意了 就在欢望之中 有一个女人就是不解不慢 走路的姿态还挺修雅 谁习惯 既然逃命都来不平安 而且一转都不慌 不光是这个书 您再看这桩梦 哇 这一样 换一边面 正常的另半边的眉毛转 并且没有脸上 看着你 估计到这儿 您打算会这样 这个女人不会是脑子出了问题的 实际上话叫 是吧 才对了 这个女人向四周掃湿了一圈 然后走进一个房间 紧接着她 三尺白铃 抱在了房梁之上 然后脖子伸进套中 下降 相信这个时候 你脑子一定会有很多疑问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她为什么要自杀 而自杀之前 为什么要化一个如此诡异的半面妆 这个女子就是接下来的主角 我们要说到的成语 徐娘伴老 你说那个徐娘 那她为什么要自杀 还要以这个诡异的半面妆 来接受自己的生命 因为她的战术 梁元敬 萧毅 萧毅这个名字很多人不熟悉 但是说到三朝四骁 喜爱文学的朋友 可能就知道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 文封鼎盛 同上读书 在同一家族里边 往往会出好几个文学成就很高的人 比如说三朝 所以就是曹操 曹批 曹执的父子三人 那四骁呢 就是梁武帝 骁眼 和他的参谈的 骁毅 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咱们再开一个更有意识的学校 通常我们把那些在学校求学的人叫做读书人对吧 可您知道读书人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 这就跟交易有关了 你看看这个 这是史料当中网上的交易的画像 从画像上看 咱们看出什么 交易是正常的 无论是眼鼻头发 无关都很正常 但是实际上画像是被美化过的 真实的交易 一只眼睛是彻底看不见的 另外一只呢 视力也很弱 高度的弱势 但是此人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冲道 那就是虽然说身有残疾 同时呢 贵为皇子啊 没有什么生活压力嘛 他就没有自貌自弃 就干脆 反正是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嘛 是吧 就不用学习了 相反他读书更加勤奋 勤奋到了什么程度呢 因为视力不好 不能长时间看书 于是他便找人来给他念书 轮番直番啊 奏业不停 这些给他念书的人就叫做熟书人 读书人这个词是这么来的 书方爱不出 交易呢 还有一个很牛的身份 什么呢 您来看这个 这是一幅有名的画 名叫执众图 上面画的是当时前代朝贡的社国史臣 有波斯的 有百姬的 有修辞的 有窝国的 十几个国家的人 他们长相不同 不适不同 对于每个人的神态也都不相同 整个画作呢 继续揉成同次分明 堪称中国南朝绘画艺术的代表 这幅画出自谁的手呢 就是肖义 后人评论肖义啊 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画家 那么如此说来啊 这个肖义虽然说他眼睛有点毛病 但是呢 爱读书啊 精通绘画 又是帝王之身 应该是一个有才卿 同时当然你说 有地位的这样一个男人吧 应该算还不错